我唱过很多奥运歌 08年的鸟巢的闭幕是 北京 北京 我爱北京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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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人万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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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 大家起来 我一直在唱这首歌 为什么 因为我这里早上5点30分 我特别起来 来做这个直播 因为我知道 大部分线上的人 是晚上8点半 对了 我是在不一样的时区 我在加州的时区 我刚睡了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起来了 穿上了西装 发型好看吗 这个是我刚刚睡型的发型 我睡了一下下而已 三度哼唱 三度哼唱 一起来 这是我每天都会做的 要不要跟我一起 好舒服哦 有没有感觉到这个 震动在嘴巴牙齿 鼻腔啊 脸部的 看现在有 哇 有三百多万人在线上 哇 哇 太棒了 所以我们这个 我早上5点钟起来 做这个直播是对的 Instagram也不错 但是 来吧 大家 可以做得比较 比较 1000 15 好了好了 不一样了 没关系 不要做比较 那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关注奥运呢 最近 哇 太精彩了吧 大家帮奥运选手们加油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给大家 奥运选手们加油打气 我唱过很多奥运歌啊 我想想看 我唱过什么奥运歌 我也跑过很多次的 火炬 08年的 鸟巢的闭幕式 北京 我爱北京 奥运生活的 人心中热情 诶 歌词是什么 北京欢迎你也算吧 是不是 我家大门窗打开 爱的云色你 拥抱过 你会爱上这里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甜皮地 好 是的忘词对不起 哦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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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人万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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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有一些网友在说 耳歌自嗨了 是啊 我没有办法 用 用运动来参加奥运 对吧 我也不是一个运动选手 但是我可以用音乐来参加奥运 那不就更过瘾了 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方式 一起来共襄胜局 这个才是重点 大家 自己的这个 内心的一把火 感谢观看